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386章一无所知 哦 耶 耶总好 杨丽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他结结巴巴的说 说真的 他又有些怀疑人生了起来 因为他不相信一向运气很差的他 今天会有好运来了 而且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可靠不可靠 现在他还一无所知呢 叶浩轩 你是医生 倒是他的女朋友李月 一个惊跳站了起来 他瞪大眼睛看着叶浩轩 脸上满是震惊 是的 眼前的这个人 他本来就有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但是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他一直想不起来 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叶浩轩 直到叶浩轩自爆家门 他才猛然警醒 叶浩轩 这不就是那个名震全球的医生吗 你是叶浩轩 你是医生 杨丽的两只眼珠子瞪得几乎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了 他拼命地揉着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浩轩 他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好运 十年的时候 把他所有的激情都磨得七七八八了 他已经不相信自己会突然间这么好运了 他会突然遇到了传说中的医生 这个中医界传奇一般的人物 而且这个人还对自己十分的赏识 他要跟自己合作 是啊 叶浩轩有必要冒充吗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你真的是医生 啊这是真的 月月 这是真的 你告诉我 这是真的 我不是在做梦 杨丽简直要疯了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 眼前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这个人就是叶浩轩 他就是传说中的医生 这是真的 他觉得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这是真的 杨丽 他真的是医生 李月也激动地说 上午的时候 我也在会场 叶浩轩笑道 我不得不承认 你所提出来的科技理念 是很新颖的想法 你说得不错 中医如果想要进步 那就不能没守成规 老祖宗传成了几千年的东西 固然是好的 但是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 让我们的中医在不断发展中进步 所以我觉得中医科学论 是未来必然的一个发展过程 索性 你所提出来的东西 已经有些成为现实 现在我正式聘请你 作为中医科技的总工程师 我也要新成立一个公司 有你担任总经理 你需要资金 我有 你需要人才 我也有 不过 你得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就当是你说服 我为你投资吧 叶浩轩笑道 叶医生 不 医生 我保证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杨丽信心满满的说 熬了这么多年 她现在所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 摆在她的眼前 不管怎么说 她都要好好的把握好这个机会 那好 好好干吧 另外 我可以先预支你一些薪水 你要给你的女人 办一场婚礼 不管简单还是复杂 这都是必要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 一辈子最大的事情 就是能走上婚姻的殿堂 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为你付出的太多 连我都被她的诚心感动了 叶浩轩道 所以我觉得 你有必要为她付出一次 谢谢 真的查太谢谢你了 杨丽喜急而泣 是的 她的女朋友 为她付出了太多 十年了 她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她 她可以忍受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她也可以忍受自己一无所有 她就这样默默地跟着自己 丝毫没有冤怨言 今天能遇到了叶浩轩 这对她来说 是一个机会 而她也会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机会 叶浩轩说得不错 她需要为自己的女人办一场婚礼 这场婚礼 可以简单一些 但必须要有 因为这是一个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 这完全没有必要 李月有些为难地说 是的 她也希望自己有一场婚礼 不管这场婚礼简单也好 庄重也好 这是一个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只有那么一次 那么一天 她也希望自己像是朋友结婚时候那样 穿着婚纱 戴上婚戒 由自己的丈夫 亲热地牵起自己的手 可是她又觉得这样会让杨丽分心 因为她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她现在最重要做的事情 是努力地工作 让自己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价值 给赏识她的人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 为什么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我觉得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为她付出了这么久 现在是你该有回报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婚礼 无非就是一个仪式罢了 李月抬起头 她看着杨丽道 她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我觉得她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能早点做出成绩 我是次要的 很不错的女人 叶浩轩点头笑道 杨丽 你很幸福 因为有这么一个女人可以不计较你的一切 可以这么为你着想 为你付出 你应该好好的珍惜她 我会的 杨丽狠狠狠地点点头 去吧 现在去京城 去拿着这个名片去邵氏科技找邵总 她会明白我的意思 你需要什么 她都会为你提供的 叶浩轩拿出了一张名片 交给了杨丽道 等你成功的那一天 一定要为你的女人举行一次婚礼 异常盛大 别开生面的婚礼 到时候 我将会亲自到场为你们主婚 叶浩轩道 谢谢叶总 我会努力的 只要给我应有的资源 我保证 半年之内 可以让第一款产品批量上市 我相信 以后她将作为中医 不可缺少的仪器 杨丽的信心很足 她对自己的知识有信心 而且 她已经研制成功真九仪 她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 而且 这仅仅只是第一步 她相信以后 更多关于中医的器械会出现 那时候才是中医爆发式增长的时代 叶总 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相信我吗 临走的时候 杨丽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她知道 她的说法 有些异想天开 很多人听了她的说法之后 对她的说法是嗤之以鼻